15年前,一次人类的科学实验导致原流感爆发全球,使得人类近乎灭亡 如今原流感得到进化,人类也会被感染,从一开始丧失说话能力 到最后流血身亡,幸存者奋力求生,却被原族挑起战争 一支特种部队,受令歼灭以凯撒为首的原族 而原族的叛徒为了活命,选择加入部队,与原族反目成仇 近两年间,这支部队与原族爆发过数场战斗 由于原族营地的暴露,原族决定搬去新营地 但这晚,上校率领部队再次进行偷袭,杀死了凯撒的妻儿 年迈的凯撒经历了背叛,如今再次遭遇家人离去 内心的怒火早已达到了极点 隔天原族准备前去新营地时,凯撒却执意要找上校复仇 原族纷纷躁动,他们不能失去首领 但凯撒还是毅然决然地扭头离开 几名忠诚的手下,为了让凯撒安全回家,选择加入队伍 他们来到一处小村落,凯撒见村民准备掏枪 立马向其开枪,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杀死人类 众猴进到房子,里面躺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女孩 暂且叫他雅女,被杀死的村民是他爸 现在孤身一人,留在这里等死 凯撒本不愿理会,想让雅女自生自灭 心善的红毛星看不下去,说服了凯撒带着雅女一同出发 他们找到一处部队珠扎地,凯撒威胁反叛的星星 逼他说出上校位置,听到外面有动静 凯撒立马捂住反叛星,却不料用力过猛 活生生将他捂死,星星本不该杀死星星 这让凯撒做起了噩梦 休息好后再次上路,途中遇到人类部队 正当凯撒进行侦察时,背后却冒出两名士兵 尽管解决了麻烦,但曾经并肩作战的大星星 却身负重伤,没挺过去 凯撒的复仇之心更加强烈 他选择独自一猴前往上校基地 却在外围发现猿族早已被上校抓住 给强迫去当打工猴 此时身后走来猴影,凯撒刚转头 凯撒清醒后,发现自己已被上校抓住 他跟猿族关押在一起 星星们却对这个首领很是失望 行动间都在透露着凯撒就像个叛徒一样 听到小儿子在对面呼喊 凯撒这下才发现自己一心复仇 抛弃猿族的行为是多么的错误 但后悔已然没用 现在只能用行动去弥补 天刚亮新一天的苦工开始了 凯撒环顾四周 发现星星们在建立围墙 边上有着防御设备 但星星已经被抓住 难道说是在防御其他的危险吗 随着远处的躁动 族猴因干活失误 被抓去鞭打教训 凯撒看不过眼 大声喝止 猿族见首领发话 也跟着反抗起来 上校见凯撒闹事 吩咐手下教训凯撒 并让他跪在自己面前 但凯撒的眼神中始终充满着无畏 上校命令他让元族继续工作 凯撒却坚持着 需要部队提供食物给元族 上校见他没有举动 射杀一旁的星星已作威胁 但凯撒更加坚决 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 都要保障元族的安全 元族眼见凯撒要被处决 纷纷主动继续工作 这才让凯撒保住性命 凯撒的英勇无畏 让上校对他充满好奇 上校再次安排会见凯撒 表示只要好好完成围墙建立 那么就能给元族提供食物 而凯撒通过之前的观察 道出了基地背后的真相 上校之所以要建立防御设施 是为了抵御另一支北方部队的进攻 早在几个月前 上校的儿子感染了原流感 因流感能够传染 上校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儿子 除此之外 每当发现有新的感染者 都会下令处决 若有人选择反对 那么就会连同反对者一同消灭 这个残暴的行为 引起了北方部队的注意 势必要除掉上校 凯撒也很无奈 就算自己提前动手杀死上校 元族也会被部队消灭 但等到北方部队的进攻 或许就是救出元族的最佳机会 晚上雅女溜进基地 将身上的布娃娃交给凯撒 并给她和族猴提供水跟食物 雅女或许是人类中仅存的善良 族猴纷纷鼓舞着凯撒 她现在就是元族的希望 隔天准备干活的时候 上校捡起凯撒笼子里的布娃娃 但她不知道 上面已经沾上了原流感 为了救出元族 凯撒和外围的红毛星理应外合 红毛星发现地下通道直通基地底部 只要挖通监狱 就能成功救出元族 但等不及北方部队的进攻 地下通道就开始漫进水源 再不救猴 一切都为时已晚 凯撒见时间紧迫 想出新的计划 她让族猴将看守吸引到监狱 随后让地下通道的星星 一把将看守拽下通道 成功夺到监狱钥匙 元族成功逃出老龙 凯撒却执意要找上校报仇 随着几发导弹袭来 北方部队已经杀到 基地顺势发起反击 击落一架架直升机 上校部队倾巢出动 人与人的战争正式打响 星星们也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 凯撒潜到上校卧室 却发现上校已经遭受感染 丧失了说话能力 她想让凯撒处决自己 凯撒持枪抵住上校脑门 几次挣扎下来 她却始终下不去手 凯撒心里明白 自己不能被复仇冲昏头脑 她放下枪留下上校一人 随着一声枪响 上校引弹自尽了 现在剩下最后的任务 带领援族逃出生天 凯撒看到围墙一边的油罐箱 只要引爆 战争就能尽早结束 她穿过枪林弹雨 跑到油罐箱附近 捡起手雷直接丢去 随着一排爆炸 围墙被炸没了 但危险将至 凯撒身边的另一箱油罐即将引爆 她躲在地下通道 成功避开危险 凯撒从外围爬出 围族也已成功逃脱 北方部队在为这场胜利喝彩 但士兵突然发现了凯撒 纷纷将枪口对准了她 然而强烈的爆炸 带来了巨大的雪崩 瞬间就把整个部队 淹没在茫茫白雪之中 而围族精通爬树 躲过了一劫 就这样 围族在这场终极之战中 存活下来 但凯撒早已身负重伤 很快就要离开猴市 她安慰着红毛星 现在已经没有人类的威胁 不管有没有首领 围族都能好好地生活下去 最后凯撒看看围族最后一眼 便闭上眼睛 与世长存 她一直以来为围族所做的一切 也都会被族侯永远地铭记在心 不可否认 凯撒就是围族最伟大的首领 在星球崛起三部曲中 我们一步步见证了凯撒从最初的懵懂迷惘 到后面为拯救围族甘愿牺牲 最后的死去 也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剑娘看完这一步 哎不说了 我先去学爬树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剑 我们下期再见